升降平台塌下來 整架吊臂車就45度凌空傾斜 九龍城這宗工業意外造成至少8個人受傷 其中一個男傷者手部受傷昏迷 其餘傷者清醒 部分傷者送院時戴上頸箍及氧氣罩 事發星期六下午4時半 警方接報說九龍城沙浦道38號對開 一個升降平台突然倒下來 升降平台上所有人和貨物全部都掉下來 升降平台倒下來之後 混載它的吊臂車也整架升起 指了向天 升降平台還差點擊中後面另一架吊臂車的司機位 現場消息說當時正在拍攝英網的一套電影 根據讀者星期五在意外現場拍到的照片看到 當時最少有兩座升降台和一架吊臂車 也有工人搭升降平台上到幾層樓高的位置 進行打燈等工作 全城防騙 現在有很多騙徒會假冒大機構 傳 SMS 或 WhatsApp 給你 叫你禁條假link 騙你的銀行或信用卡資料 別想當啊 有懷疑 查一下防騙伺服器 到處了 到處了 到處了